哎哎是是是是可以就从国外回来了 我马上向他转达你们的合作意向 哎好好好 夏冬冬哎呀呀 一个月了 你看我都长痘痘了 你今天必须选一个公司去上班 选我选我 这这个吧 嗯 你可是天才秀国师啊 怎么选这么一个 我听都没提出我的公司啊 这样你真的是个好笑吗 哎哎我 三天了 上林集团五百万的单子 就没有一个人有想法 主管五百万谁不想要啊 但也要我们拿得下呀 跟我们竞争的不是那个大赛冠军安迪 就是MC集团国教级修复师团队 我们怎么比得过 就是就算上林集团不整理 让我们瞎妈碰上死豪子拿下了 他们那批古董样子谁会凶 到时候修复了 五百万赔的国 就是 除非可以发射新来我们公司 你好 你谁啊 我是新来的修复师 晓得呢 你们刚刚在买K的 对啊 怎么你认识啊 你真认识K啊 能不能接着我们认识一下 我可崇拜他了 好啊 认识吹牛不打的报告 我们说的K可是国家级修复大师 凯瑞怎么可能认识 行了行了 今天之内谁出一个方案 我 我可以做 咦 一个新来的什么不行 主管出身牛犊不怕虎 反正都拿不下这个单子 派谁去播都一样吗 我们手头有活耽误的 他这个新来的正合适 就是呀主管 这新人刚来 给新人一些锻炼的机会 到时候啊 就算陈总问下了 你就说让新人锻炼了 有助于新人成长 这不也挺好 是啊主管 东东是吧 嗯那行这个项目你来做 好 哎哎你们知道吗 那个新来的夏东东啊 真的打败了MC集团 帮公司拿下了竞标 不是吧 他还真打败了底尖修复的K 嗯 他不是新人吗 对啊怎么做他的 我们给客人做修复的工作 既然要跟客户保持距离 一次两次靠不正的关系拿家合作 长期肯定行不通 还有 对公司的名誉会造成影响 总管说的该不会是东东吧 肯定是他 你们也不想想 他一个实习生 刚来就拿下了五百万的单子 你说没发生点什么神信 可是我看他写修复品 写的还挺认真的 你看他写什么了 没看见 那不就得了 做做样子吧 还真是人不可貌相 表面看着冰淇淤姐的 费弟弟 哎你们以后手不能接触 要不然客户被抢了 你还不知道 我拿下了上一集团的单子 今天晚上我请吃饭 大家 我我就不去了 不好意思啊 家里有事 不甘不敬腹 我可吃不下去 来了来 其实这个要一里门线 在哪里啊 不知道啊 找那些总局给你买的 征服 那个东东又来找我打听 又想多带客户 你什么意思 不管最近公司都在说 小的通告不正当关系 拿下他的合作 需不需要澄清一下 澄清什么 这本来就是事实 他拿下上林这个单子 不算根本坐下 我也没法跟陈景交差 但是要是让他自己离职 我就能把锅舍 他舍舍 他舍舍 我被在行业里补充 就算他运气好了 再等了 他受不了 自己会扯 不用了 我现在就可以回去 不过 我会带着上林的单子 带走 你凭什么带走 难道 还要去找上林的高层 做些不三不四的事情吗 你只不过是沾了公司的光 才拿下的合作 你还真以为自己是个人物 那我们就来看看 道理是谁跟谁都不恨 都不许可光 可以出身 你带走 你带走